有2022年已经成为过趋势 不少大伙伴要我总结一下2022年的影视汇总 说来惭愧啊 一整年做的视频不多 看的片也不是很多 而且不少剧做着做着就被砍了 选题上也有失败的 电影也相对聊得少 特别是经典的有嚼劲的老电影 所以今年会改变一些思路和方向 哎呀扯远了 2022年还是有不少 我觉得不可错过值得一看的作品 今天这期就来扎堆简单的聊一聊 纯个人看片喜好啊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也可以当作是我2022年加评评单吧 那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久违的真电影时光 排名部分先后回顾走起 2022年最不可错过的讽刺批判预言 我觉得不是利人出销啊 而是悲情三角 拿到了嘎纳金钟旅 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 上次拿金钟旅是方形不得了啊 拍一部拿一个奖 悲情三角也可以理解为三出好戏 当然了比一出好戏格局更大 探讨的议题更深邃 讽刺和批判更辛辣 三出好戏层层递进 第一出好戏从时尚圈男女的私人视角作为切入口 巴黎世家还是H1的黑色幽默表现得零零尽致 男女性别地位在时尚圈的不对等 从而给了观众反向思考男女平等的议题 第二出好戏在船上 船体作为密闭空间自成一个小世界 阶级地位变得更为明显且固化 每个有钱的乘客都扮演着各自的伪善 船长作为资本孕育下的社会主义崇尚者 和俄罗斯的资本家对撞擦出当下意识形态缩影的较量 本以为这就是当下最主流的矛盾 殊不知一艘海盗船的意外 打破了人们既定成规的阶级体系 第三出好戏传承了 幸存者来到一座孤岛 阶级和利益重新分配 孤岛和众生像 这是不少影视作品喜欢玩的设定 但悲情三角玩的别出心裁 甚至男权制度直接回到了母系社会 整部电影靠着精彩的文学系台词 以及步伐充满嘲讽幽默的调侃 如果你觉得悲情三角只是在批判权贵和资本 那你就太小看这部电影了 影片真的就像玻璃洋葱 最后把矛头指向脆弱虚伪的人类自己 搞到最后 不管是在荒岛的原始部落体系 还是现代文明 人类终究就是一团稀泥 怎么都扶不起来 2022年最不可错过的战争片 西线无战事 1930年的经典奥斯卡最佳影片西线无战事 是被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之一 2022年这部电影再次被改编 在剧情和角色设计上做了不少的改动 原作中主角保罗从对战争的狂热道厌恶 到了改编版本 保罗角色浮光缩小了不少 影片视角提高的更高更广 以此来对比保罗在这场不知所谓的一战更为渺小 影片有着不少以小见大的平行对比 一边是保罗这种普通士兵被飘忽不定的命运碾压 另一边则是高高在上玩弄着数百万生命的政客和军官 有时候无数的生命仅仅只是在私人怨念的一瞬间 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新版西线无战事最让我觉得和原作不同的地方 就是虽然两部作品同样都表达了反战的主题 新版少了失忆的表达 更多是生理上让人厌恶战争 这并不是说影片展现了更多真实的血腥场面 而是生化到精神层面生理的厌恶 影片把观众从战争中抽离出来 没有太多悲喜和共鸣 观众正如穿越的旁观者看着一切 但那种压抑空洞人与人之间流露出来对战争的厌恶 对人性的绝望隔着屏幕直击内心 2022年不可错过的爱情片《分手的决心》 朴赞玉分手的决心镜头场面调度 场景布置 演员动作等都布满细节 蓝色和绿色的影域就存在于 影片各个不经意的角落 光山海津书封面和房间墙纸 还有最后如同山海津的海滩岩石 就能看出影片充盈的解读空间 转场更是玩得那叫一个顺滑 光影 动作 台词 机位运动 颜色 声音 构图等转场无处不在 但又不显得花里胡哨 而是看到扎实古典的电影功底 还有独有的朴赞玉的黑色式的故事 形式和故事飘忽不定的操弄着观众 充满着诱惑和魅力 影片每个场景的戏份超越单个场景叙事的体量 穿透表面单体场景的剧情 用舞台戏剧表现手法丰富层次 男女之间超越情感升华到人内心深处的孤独 这并非只讲蛇蝎美人故事那么简单 心理层面去塑造角色做的视听效果玩得真的是太绝了 如果你想获得分手的决心更深的解读 推荐去看中队长同志 他应该是华语圈对分手的决心最强的解读没有之一了 同样的更接我们第七的2022年不可错过的爱情片 还有来自香港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也叫反戏攻心 影片讲述三兄弟同在一个屋檐下 掌声为父 大哥为二弟三弟操碎了心 掌管着家里的话语权 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没结婚就不要搬出去住了 家人就是要住在一起互相取暖 就算平时有矛盾 那也是一种亲情之爱的体现 大哥单身 三弟有个马拉松爱情长跑的女友 关键情节在于二弟某日也突然带了一个女友回家 而这女友正是大哥曾经的女友 而且也有打算搬进来一起住 作为大哥 为了二弟三弟未来的幸福 只能把有事当作没吃 于是一场热闹的家庭戏 在这间房子不断上演 看到了纯正的港式幽默和表演 在这层表面下 更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港式温情 感觉那些 你今天不早饿啊 六个明天的事啊 总要做人最终又在喝一声 类似那些港片的京剧的印象都回来了 影片也有不少类似这样的小京剧 就会突然感觉时光荏苒 纯正港片的味道 虽然已经不多 但还是会有人在坚持 片中很多戏份是在吃饭上 吃饭对于华人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 很多大事小事都是在饭桌上解决 诚然影片在剧情推进和情节的设置上 有些戏份还是略显浮夸和有刻意明显的舞台痕迹 但这些也正好成为了还是觉得你最好的精髓 一旦能进入影片语境所创造的氛围 会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如此正式和温馨 你想看到一部妙曲横生的港式家庭喜剧的话 还是觉得你最好是2022年最好的选择了 2022年不可错过的精神探索之作 伊尼舍林的爆丧女妖 此前奥斯卡移住三块广告牌 马丁·麦克唐纳的最新作品 科林法瑞和布莱登·格里森 既杀手没有假期再次合体 不少人说这是欧版的分手的决心 伊尼舍林的爆丧女妖探讨的是象征存在主义 一对曾经要好的两哥们 一直住在爱尔兰的伊尼舍林的小岛 此岛人烟稀少 一眼能忘到自己老死的模样 某日科尔姆觉醒 觉得自己的人生 不能为岛上处朋友人际关系而浪费一生 于是决定和最要好的朋友 帕德莱克断交 做极端的那种 只要帕德莱克和科尔姆交流 科尔姆就会自断手指送给帕德莱克 威胁帕德莱克不要再找他 以此让科尔姆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 影片叙事的节奏 对于今天的快节奏来说并不讨喜 但这正是对于片中小岛完美的诠释 下午三四点小岛就迎来日落 1923年的时间 背景爱尔兰刚结束内战 但这些对于这座小岛是那么近又那么远 时间似乎在岛上凝固 美好的风景下 却也成为影片对于人的内心孤独的诅咒 影片给我最大的冲击是 在如此绝美风景的海边小镇 本应生活着无忧无虑的淳朴居民 但影片却在如此平静自由的小岛上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无比压抑和绝望的灵魂 这里你可以解读为 这是在影片历史背景下爱尔兰的缩影 也可以换个角度去探讨人和环境 人和人之间 人和自己的交流 马丁麦克唐纳总喜欢在极端的环境和事件中 缓慢并残忍地压榨出角色心中和外界触碰 然后自己与自己和解地表达 这是我觉得他所有影片表现的最厉害和独特的地方 2022年不可错过的惊艳奇幻科幻 瞬息全宇宙 看的时候我一直在嘴里和主角念叨 神经病啊 影片有着瑞克摩迪式的天马行空打底构想 功夫类型作为动作戏份过瘾 成人化的幽默作为强势的添加剂 内核则讲述了家庭关系的沟通和理解 期间那些叙叙叨叨的折思探讨 化作一段段创意十足的视觉比喻 场景间无厘头的转换让人目不暇接 快餐时代的你未必跟得上如此多元宇宙主角的冒险 剪辑蒙太奇简直决绝子 最终主角在经历这么多宇宙的自己 本以为可以做出其他选择就能过好一生 结果才发现看似最失败的一个宇宙的人生 也同样可以成全最有趣的自己 影片共鸣共情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存在和虚无主义 唯物或者唯心 爱与被爱 家庭纽带和独立 关怀牵绊还是放手 善良对抗暴力等等 瞬息间波动心弦的后劲实在太大 这是值得二刷三刷去玩味其中的奥妙的作品 如果想看更多的解读 可以回看我之前做的瞬息全宇宙的视频 2022年最不可错过和不应被隐藏的引入成烟 你可以说引入成烟是一部纯爱片 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村困境下 质朴农民不那么被看见的那些角落 影片的视角放在了甘肃某个农村不起眼的马老四身上 他的三哥未来让儿子顺利结婚 急着要解决掉老四这个包袱 于是匆忙找了一个瘸腿的女人曹桂英给老四成了家 就这样原本活在各自孤僻世界的两粒被埋藏的种子 一起在这片平积的土地共生发芽了 并且渐渐相互依靠和取暖 影片的剧情看似简单但并不枯燥 画面如同油画的构图和质感 处处充满着象征性的细节 比如片中不断出现的语言 不少人绝对为循环和生命的生生不息 但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无奈宿命的束缚 马老四和曹桂英就像他们养的那头驴 他们前方的路被隐没在尘土烟宵里 每天的日子只能像驴一般一圈圈的打转 影片没有一处关于雨水之欢的场景 让这部现实题材的影片多了层温馨的诗意浪漫 真的要说有 那就是河水洗澡搓背那段 不过那场戏马老四为的也只是让桂英身体不那么痒 那段也是我觉得细节处理的最蠢爱的 太喜欢了 影片在节奏舒缓单镜头时间拉长的情况下 彩蛋的处理也绝对不比当下超音类型的电影要少 而且从不险山入水 比如桂英打着电筒等着马老四回家 马老四收麦子难免情绪化推倒桂英后 桂英被吓得再次尿了固子 还有马老四不断卸下和黏上的喜字等等 这些都让影片有了丰富的解读厚度 如同这片大地下那些需要被更多人知道的故事 诚然引入成烟这部电影和角色 并不能代表所有农民的处境 但引入成烟是具备现实写照的基底 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被更多人记得 2022年不可错过的超级英雄壮志林云 这里说的超级英雄不是真的有超能力 而是开有主角光环的阿汤哥 即便我知道《壮志林云2》是一部美式主旋律的英雄式电影 但依然被这部完成度和挑战度极高的续作嘖嘖称赞 惊艳完美的阿汤哥 也就是在拍前作《壮志林云》那回 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令人瞠目结舌的挑战 他因为那时拍《壮志林云》拿到了职业飞行执照 用阿汤哥的话来说 《壮志林云》成就了他 续作一直在他脑海里回想了几十年 但他从未心动过要拍续作 直到电影工业达到可以真机拍摄的程度 并且有一个可以支撑续作的故事 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战机拍摄的部分了 这次不能只说诺兰是实拍狂魔 阿汤哥直接也是实操狂魔 影片的特效运用非常少 几乎角色做在驾驶舱的戏份都是实拍 影片不需要过多的特效和想象力 而是把非普通人难以触取的作战飞行更多展示出来 就足以震撼 临场感爆棚的刺激过影战机训练和任务 肾上腺素直线上升 《壮志02》打造了一部典型好莱坞模式商业极致化的作品 不管从剧情结色塑造 还有观影效果上都做到了不错的平衡 于是我更期待今年的《蝶中蝶七》了 阿汤哥这些年真的没让人失望过 2022年不可错过的爱玉喜剧 祝你好运 李奥格兰德 影片名字确实不吸引人 但稍微扩展上剧情你们应该就会来心知了 英国老鞋骨艾玛汤普森饰演的中老年教师南希 自从几年前丈夫离世就想着解放自己一把 于是利用某个社交软件约上了一位年轻且身材比例完美的鸭先生李奥 一个是传统保守且只有和丈夫单一枯燥床上经验的中老年南希 一个则是收费颇高经验丰富且情商一级棒 能聊天能跳舞能陪伴能解决春宵一刻 有着硬朗腹肌的男性友人 他们在狭小的房间能查出多少矛盾与火花 以便主打幽默清新的路线 时不时造出令人拍手捧腹的笑料 特别是艾玛汤普森的敬业和无可挑剔的演技 一般演员到了一定年纪都很难在拍戏时挑战更多的不可能 特别是对于全裸出镜 但影片快结束时艾玛汤普森还是小小展现自我了一把 不得不再次感叹英国演员的大胆和从容 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用了诙谐的方式去展开对于性和欲望这样天然释放的理解和宽容 同时还更深处结了性工作者是否可以合法化的讨论 整体来说影片的剧情和有趣的角色都近乎完美和新颖 但值得讨论和争议的就在于影片最后我认为大可不必的升华 影片认为自愿的性工作者应该被尊重和对待 更应该合法化 这些复杂探索性工作者社会层面议题的观点就显得力不从心和肤浅了 性工作者现状在全球是非常复杂的状况 我觉得无法套用在像片中李奥这样的如此nice的性圣人身上 而且影片也提到了 李奥收费是很贵的 不是普通人付得起的金钱来往的欲望 很难往高尚和尊严 自由和性解放这些观点去接轨 别的不说 如果这里进行了性别互换 性工作者是名女性 可能喜剧效果就没有那么出宰了 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在全球 女性的性工作者 有多少是自愿的 而且女性怀孕了怎么办 女性遇到了龌龊的中老年变态男怎么办 这些都太复杂了 所以说这部祝你好运 李奥格兰德就当是喜剧 轻松看就好 放下现实社会的观点 影片探索了一种释放自己欲望的可能性 勇气可嘉 而且表现得很不错 但不能多想 想多一点就会瞬间拉回残酷的现实 2022年不可错过的真实改编13条命 由温情大师朗霍华德指导 改变自2018年发生在泰国北部青莱府的睡美人洞穴 12名少年和教练去洞穴探险 结果中途遭遇大暴雨 雨水灌入洞穴出口 13人被困洞穴的真实事件 在国际各国助囊团和专业人士勇敢无畏的智慧和行动下 13名被困者在陆续被困第18天后都被成功救出 被堪称是人类救援任务的奇迹 虽然我们都知道结局 但影片却还能给我呈现一波三折 惊险到手心冒患 最重要的是感人至深的观影印象 朗霍华德那闲熟调动观影情绪的自然场面调度和镜头语言 以及真实事件中每个人对于这次救援任务的付出 都成为了这部电影最强的戏剧张力 影片不少的晃动镜头和水下拍摄 让观众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当洞穴外的人们在交集等待中获得好消息时 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和喜悦 直接也把观众拉入到当时的情景 影片没有过多渲染谁是英雄 在场参与救援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影片也没有刻意去加大BGM去煽情某场戏 而是跟随事件发展去顺其自然表达每个人的情绪 如果当时你2018年也关注了这起事件 不应错过这部改编的13条命 2022年不可错过的恐怖片 周 我此前在短评有提到过结尾的争议 晦记 有人说这不应该是中肯的评价 确实如此啊 但这也成功引起了观众对于影片是否晦记的热议 这或许也是影片成功卖点之一 周的故事讲述的逻辑并不复杂 偏如其名和诅咒有关 诅咒是恐怖片最强大的法器 尤其对于亚洲这边的人来说 几乎所有强大的恐怖影视作品都和诅咒有关 还有就是小孩 要是恐怖片有个小孩还是小女孩 那么恐怖buff就会一家鱼大鱼啊 要是这时还有个老人而且是老奶奶 那就法力无边了 你看这些都在周的精准恐怖计算范围内 然后再加入精神层面的恐怖操作 影片一开始就给观众玩起了心理视觉错位 从而打破第四面墙 恐怖代入感更加加强 这些都成为了周在恐怖界脱颖而出的存在 另外特别提及还有两部恐怖片 波尔和布 这两部也是在恐怖精雄领域的全新尝试 波尔专注于对于角色的刻画 有着几处高光的表演时刻 布一如既往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批判和讽刺 故事层面虽然没有此前逃出绝命阵来的那么尖锐 但也足够到位后半段的外星生物使徒即时感有没有 2022年不可错过近影院感受的阿凡达2 熟悉我的大伙伴已经知道我做过很多期关于阿凡达2的视频了 再次不多展开了 我依然还是推荐大家能选最大的影厅 去感受这部当下电影工业特效天花板的沉浸式电影 重回潘斗拉星 我知道现在似乎把骂阿凡达2是烂片成为一种高端的时尚 我还是那句话影片优缺点都有我在解析视频详细聊了 阿凡达2在为这不算烂片 但影片确实可以更好 多说一句 此前原本卡梅隆说阿凡达2要进影史票房前三 也就是至少20亿美元才会有阿凡达4合5 但电影上映不久后官方改口 说预计达到14亿美元就能回本 也就是有可能会有阿凡达4合5 就目前结稿 阿凡达2全球票房已经达到了15亿美刀 成为2022年全球票房的冠军 目前阿凡达2的票房也进了影史前十 现在影片还在上映 后进还不错 其实阿凡达2的票房好坏跟我没关系 我也拿不到一分钱 说句真心话 如果卡梅隆按照这么拖延症拍法 我保证在2028年看不到阿凡达5 2038年有可能 说实话我不想卡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耗在一个IP上 从2009年到2022年 再到哪怕真的2028年能看到阿凡达5吧 那也就是说卡神花了 他人生了将近20年拍阿凡达系列 如果是这样确实很厉害 但不确定和未知风险真的高 当然卡神能一边指导阿凡达系列 一边开发新IP 那是最好的了 但以他的节奏 好吧 慢功出息活 为我们做出更多惊人和改变电影的电影 接下来特别提及下影视剧 2022年最不可错过的神剧风骚律师最终极 我有做深度拳击解析 还有全游系列前传龙之家作物 依然保有原著调性品质 万神殿 其实一直想单独开视频聊 但真的碍于经历的时间有限 万神殿为我们打开脑洞的同时 更让我们看到未来可能性的哲思 当然说到科幻动画 赛博朋克边缘行者更是不可错过 在万家灯火通明的未来赛博朋克世界 城市每一盏灯都注定孤独 好 2022年我的一个小汇总 希望能和你产生哪怕一部作品的喜好和共鸣 如果你也有2022年的推荐清单 还请评论区和大家分享 另外有不少人也说到聊聊2022年的烂片 回到我最开始说的 抱歉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 烂片就不想花时间去折磨自己了 而且我吐槽烂片水平也很烂 往后的日子就给大家多聊聊 值得记忆在人生脑海里的作品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贺爱 那我是大聪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